中国女排正在北伦全力备战奥运资格赛,集训中每个球员都用纸条写出了需要强化的内容,李盈盈对自己提了三点要求,第一,增加反击进攻质量,第二,提高边篮网能力,第三,提升发球稳定性。 那么,如何来看待李盈盈对自己技术短板的认知呢?她是否已具备了国际一流主攻的实力呢? 李盈盈助跑扣球,高度达到3.02,原地起跳能力需要强化,反击球一锤定音很重要。 作为排球运动员,衡量她是否一位国际一流选手,主要是看两个指标,一个是扣球高度,另一个就是扣球时速。 朱婷、袁新月之前报的扣球高度3.27,这个是挪高并不是扣球高度。 从比赛实测来看,朱婷有过3米10的扣球高度,高义则打出过3.09的一个高点被飞。 袁新月也有一个3.04的被飞进攻。 欧洲球员中埃格努、科舍列娃分别打出过3米17,3米15的进攻扣球,这是目前女子球员中扣球高度的极限了。 女子排球的枉高为2米24,标志杆高出枉面80公分,也就是说你扣球与标志杆持平的话,扣球高度也就是3米04。 为什么球员在比赛中很少有看到这么高的扣球高度呢? 一方面,要想达到3米以上的扣球高度,需要三步助跑。 球员每次进攻都去硬拔这样的高度,对体力消耗是很大的。 另一方面,现在各支球队都在力球打快,利用速度来突破对方的篮网,并不是一味来追求高度。 二传的传球本身就没有3米高,你哪里来的3米以上的扣球呢? 就李盈盈来说,她在世界联赛对阵荷兰的比赛中,扣出过一记3米02的进攻,这个扣球高度已经是一流水准了。 只不过这个扣球高度需要李盈盈三步助跑,充分起跳才能做到。 李盈盈在强化训练中,她提到了一个短板,就是她反击进攻质量不够,这个就与她原地起跳的能力有关了。 朱婷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主攻,就是她一步,两步,甚至是原地起跳,就能打出超手进攻。 对于李盈盈这样的球员,她是需要助跑的。 反击球中很多球电调不是很到位,没有给你充分起跳的时间,这个时候扣球高度不够,就容易被拦了,李盈盈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 现在中国女排一传到位,一板弓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,就是我们在来回球,反击球上,能够打出高质量,为球队一锤定音。 这就需要李盈盈在提升原地起跳的扣杀能力。 这也是李盈盈自己在集训中提出的要求。 另外,在扣球时速上,李盈盈在2022世锦赛对阵意大利,轰出了一记时速达106.8公里的扣球,也打破了朱婷此前保持的亚洲球员记录。 这样的扣球高度,扣球时速,李盈难道还不是国际一流主攻吗? 蓝王与朱婷张长宁有差距,发球曾被称为鱼死网破,集训中仍在强化三大得分手段。 排球中有三大得分手段,那就是发、扣、篮。 作为主攻来说,李盈盈的到位球,他的高拉开威力十足,就是美国、巴西等对手对他进行了录像研究,还找了难排的左手球员来模拟他的进攻,李盈盈照样可以打出不错的扣球成功率。 正如他自己所说,就是在反击球原地起跳进攻上,他的进攻质量与到位球还是有差距的。 对比篮网环节 朱婷、张长宁在起跳时机、取位判断、手型控制上,确实要好于李盈盈,篮网上是我们叫东京周期在主攻、复攻位置上下滑比较明显的一个技术环节。 发球上,李盈盈的平冲发球,球速快,弧线飘,威胁特别大,李盈盈的发球轮是中国女排强力发球的一个重要轮次。 只不过,李盈盈的发球有些鱼死网破的感觉,就是不惜以发球失误来冲死对方。 与强队过招,往往胜负就是在一两分的差距,一个发球失误可能葬送良机。 我个人感觉,李盈盈现在的发球得分,不如她刚出道的时候了。 她在集训中强调要保持发球的稳定性,她的发球稳定性已经很不错了,反倒是攻击性不如之前了。 由于朱婷已经确定不代表中国女排打奥运资格赛,李盈盈就将扮演球队一锤定音的角色。 与强队对决,我们到位球一板攻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,恰恰就是李盈盈所说的反击球扣球质量。 从去年世界联赛拿到第六,到今年斩获亚军,这支中国女排的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。 李盈盈的扣球成功率,也是中国女排能否提前拿到奥运门票的一个重要因素。